hello大家好我是明明 自从买了这个东西之后往来一直吵着我测评啊 这是我花了548块钱买的汽车按摩扣垫 车载气压按摩垫 这个就是直接套在这个汽车座椅上 然后连接点烟器就可以按摩 但是考虑到我的车子这个点烟器在后备箱上面 这次买回来干脆就装在这个后座椅上面 然后买的是这个透气款的 这里的话就是连接点烟器 那这个线只有1米多长啊 所以说如果你加车子的这个点烟器在中控下面 这个装到前座也还是没问题啊 但如果在后面的话就装不了 这个太短了 我这个点烟器在这里 到时候我也很浪费为什么不在前面在后备箱 这个座椅有这个颈部 背部 腰部 还有这个臀部按摩的 这个线因为太短了 所以只安装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我感觉到有点够呛 因为它这个线是从这个尾巴这里出来的 断掉了 这里浪费了 我没考虑到这个线是在这个尾巴这里啊 所以从这里到那里 把了这么多 这还是退货 LATER 这个退后是不可以转到 你们有这个习惯了 然后我就往那买了一个 225V转10V的这个转换器 我准备把这个座椅 安装到家里的底子上 好 现在给这个椅子 加装一下这个按摩椅 又花几百块钱升级一下 看下到底舒不舒服啊 刚好这个有头疼 这个大小感觉有点不太适合 这个连链工学椅 如果装这个老板椅 我感觉会比较适合一些 好 只能安装成这个样子 就这个地方有点靠近去了 现在接上这个买的这个点烟器装饭器 现在已经有电了 现在装上去体验一下 然后这枕头的话有点靠下了 因为没法固定到这个头枕这里 先按一下这个开关就行 已经在工作了 模式是可以工作了 现在是臀部在 臀部那个气囊在工作 这时候这个力度个人感觉有点小 现在这个颈部又在工作了 夹着我的颈部了 哇 颈部还舒服啊 真的就感觉像是两个气囊掐着你的脖子 说实话还是有点压波感 臀部跟腰部的气囊是坏的吗 我估计是腰部这个地方没顶到位 因为这个座椅的问题 往屁上一 哎 现在好多了 现在是臀部 背部 还有颈部 就是切混的工作 给我想的还是有点区别 就像两个小皮球一样 充气的时候它就站起来 顶着你的臀部 然后泄气的时候又缩回去 这样一扩一紧 一扩一紧的 臀部跟腰部的感受 说实话确实挺轻微的 跟商场里面都差远了 而且这个声音真的很大 但是颈部个人感觉还是蛮舒服的 就像人的手一样在按压 我们再切换两个档位 现在这两个档位 你没看到这里已经浓起来了 刚好就顶着你的屁股啊 有点不过 这个气能不是很硬 就像小孩子玩的那个皮球一样 这看着有点压迫感 但是对于我这种体积比较宽的人 这个背部的感觉说实话一般 我个人感觉那两个球 可以稍微做宽一些 调中和模式 哇 还是脖子最舒服了 真的就像有人给你捏一样 它这个按键我感觉真的是 装在这个头部位好一些 装在这个下面总感觉有点怪怪的 然后因为这个是充气的 大家也知道充气需要时间 所以像现在这个臀部跟腰部 切换着工作的时候就有点慢 我也像厂厂里面那个按摩椅 反应的速率那么快 也不能臀部腰部 还有颈部同时工作 你腰部在充气的时候 臀部肯定就在泄气了 总的来说548块钱 个人感觉不算很舒服 当然也不算难受 你累的话按一下膜 还是有点小时 就是声音有点大 这个充气的声音 但如果在测试上 我个人感觉比这个椅子上 会更舒服一些 因为这个椅子是能力工学椅 跟这个还是不是很搭 个人感觉300多块钱还能够接受一下 500多一点累贵 好了拜拜